好,大家好,安安,我是魚人 呃...你們看到這則影片 可能我還沒有上傳原始劇情 就是二之三的劇情 二之三的劇情算蠻多的 但大多實際上是動畫合法的 我就不嫌劇透 那...也還是提醒一下 如果你是點進這部影片要看劇情的觀眾 麻煩還是先把二之三的劇情 玩完的再來看比較好 但礙於我這邊傳的速度比較慢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要看劇情 就是看二之三的劇情 可能看其他人會更快 而我這邊就先來錄製一下 因為我已經剛把劇情錄完 就是...那個叫什麼來著 二之三的劇情錄完 而這一篇呢,就如同大家在底下看到的 我們這一次呢,是要來去看雷神的傳說 好,那麼...就...不想被劇透了 就麻煩...右上角離開吧 而如果你真的是來看劇情的 那我們就陪著魚人的角度來看一下劇情 好險把陣容調回來 這個陣容真的是...有點肯 剛剛跑去...青愛島 結果我發現青愛島 他這樣服,實際上比不上去 有什麼事 還是換木塔 打木塔 打木塔都會教我 雖然我不知道他要幹嘛 表演出,莫娜表演 嗯...硬幹 真沒辦法 我家的法師太低了 認不出來誰是法師啊 先來看一下,怎麼是托馬 如果雷暴一事,天靈奉行不能提供幫助 那可能會有很大的風險 不是我們不願意出面 只是現在實在疼不出手來 還希望你們能理解 呃...對呀 所以才要多討論多商量嘛 嗨,托馬 遇到什麼事了嗎 是你們啊 我們剛好聊到你們給稻妻留下的影響呢 你們好 之前很感謝你們 將忠小姐的信件送到我手上 哦,對齁 就是你 家裡的老二吧 印象中 九條價老二 嗯...不知道 九條莎羅年齡有沒有大於 九條價兩位小孩 目前不得而知 啊,是兩位的朋友啊 我是二少爺的小跟班 叫我一瓶就好了 嗯 三奉行以往的工作 都是為將軍大人收集信息 並執行他指派的任務 但最近,將軍大人宣佈閉門休養 不會見任何人 換句話說 就沒有人來為我們做決定了 將軍大人需要安靜下來整理心情 這我們都理解 但另一個情況是,幾乎在同一時間 稻妻外海的雷暴紊亂了起來 沒錯 在漫長的時間裡 雷暴的規模和形態從來沒有變化 但現在 它好像有靠近稻妻島嶼的趨勢 喂 它現在的意志是要摧毀稻妻嗎 還是要找我們報仇 對哦 仔細想想 要找我們報仇的話 用普通的落雷就好了 也很可怕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推特上的圖 雷暗將軍有一個語音 就是 就算 是晴天 我也可以展現一隻 你看到那可說了吧 然後 就是 它的語音是那樣 然後 今天有一個推特吧 有網友 畫了一張圖 就是雷打下去之後 後面有一個交調的 溫迪以及 呃 開著盾喝著茶 總之 放心吧 我們擔心的是將軍大人 因為 我們從來沒見過他的意志產生動搖 連想到黎月的神剛剛離開 我們都不覺得這是個好兆頭 現在很多人認為 雷暴的紋亂是因為將軍大人的身體出了問題 不見任何人也是擔心影響會擴大 所以 在流言四起之前 我受小姐之託 來和天嶺奉行商量對策 以免混亂出現的時候應對不及 但話是這麼說 天嶺奉行內部現在非常不安穩 九條家對其他家族已經失去控制力了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九條家由於成為了愚人眾的幫兇 差點毀了盜戚 現在都在聽候將軍大人的審判 誰都知道天嶺奉行要換人了 只不過將軍大人的命令還沒下來而已 啊 簡單來說 就是手下已經沒人聽話了 工作卻還要照做 如果孝行老爺的身體還健康的話 說不定還有辦法 可是現在 都怪我能力有限 當初沒能提前查明真相 也未能阻止父親 現在代替父親做家主的工作 也無法平息內亂 別這麼說二少爺 你要打起精神來 至少堅持到大少爺回來 現在九條家可禁不住半點變故了 嗯 說得也是 大哥他現在也焦頭爛額 不能給他聽更多麻煩 那麼托馬 剛剛的事我們改日再討論吧 現在我要去見殷司家的家主殷司盡 他是現在唯一有能力主持大局的人了 嗯 去吧 早點處理好天領風行裡面的事 對我們都有好處 那我也跟你去 二少爺 不用了 我一個人就行 嗯 那也好 二少爺 你路上小心 早點回來 感覺他們家的 當家的 是能打 其實 無論是雷暴還是天領風行的事 都是因為將軍突然決定靜仰吧 這樣下去 只怕會人心惶惶的 啊 這種事你們能做到嗎 不知道 但可以試試看 至於他願不願意出來 就要看他的心情了 聽起來你們好像想到辦法了 那我可以拜託你們嗎 唉 所有人都很擔心將軍大人 如果能見到他 一切謠言都會不攻自破 感激不尽 又欠你的人情了 閉關的情況下 有可能見到將軍的人 只可能是他了吧 那麼 出發 取名神大赦 果然 你身上九條殺我 遇不到的情況下 又要去找神聖 出幹點盾事吧 不對不對 不是吧 總覺得 那隻妖狐肯定有坑要坑我 只是要走著小心點 欸 沒用欸 他竟然沒有變成奇怪的樣子 欸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要跟神音對合 我是要跟神子對合 沒想到在休息的時候 迎來了神社的貴客 你是來探望我的嗎 不是 我只是來摔車 不對 我只是來摔車 幽醉滑蛇 你的雙眼不擅長說謊 你是有事情才來找我的吧 不過嘛 這個回答 至少讓我有了好心情 那麼說吧 有什麼事呢 我們聽說將軍最近在閉門休養 然後到齊外海的雷暴 就不安分起來了 傳聞中 雷暴和將軍的意志有關 所以大家都在猜測 是不是將軍最近的狀態很不好 唉 算了 既然是你們 我也沒什麼好隱瞞的 將軍大人在那場戰鬥之後 心結難解 性情大變 我 將軍大人的力量本就日漸衰落 你那時候又下手太重了 落敗 對他可是無比沉重的打擊 再加上我去見他的時候 又恰好忘記了帶上三彩糰子和清小說 我的舊友啊 因為沒辦法邊吃甜點心邊看小說 記得內心崩潰 又哭又鬧 吾吾吾吾吾吾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在我听来,你们所谓的担心,就和我的谎言一样,都是无稽之谈,那可是追求永恒的影。凡人的生命在他看来不过虚语,又怎么需要凡人担心他的安危呢? 也就是说,他没事对吧?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他说了要静养,我又没什么重要的事,没必要去自找没趣。 雷暴这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但说他的意志发生了转变,并非没有可能,在将军敬仰的时候还能见到他的,在到期也只有我了,不过,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对见惯了金山银山,世事浮沉的我,又有什么能让我心动呢? 我很喜欢你的答案,这是通行证明,交给看门的奥杰仲,他就会放你们进去。 谢谢你,神子。 虽然刚刚的问题是在开玩笑,但既然你回答了,就请不要只是说说而已。对了,通行证也要还给我。 我可以不还吗?看会不会被正知追杀了。 他总是一个人,去看看他也好,能撼动永恒的你,就是他的可能性。 奇怪了,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举情被上吊了。 他应该是不至于那个吧,让我总觉得那个不能吃三大盘子的轻小说就会阴阴阴的那一个人。 呃,感觉好像是神之笨人。 这段路我好长远。 刚刚我们也是跑这段路。 岂山的小说,我们当然不会对待你,我一定会对待你。 将军大人正在静仰,补见任何人。 我们要神子给我们的通行证明。 哼,开什么玩笑,公司大人从来不会把通行证交给别人。 即便你们是名声显赫的旅行者 正是因为将军大人 对八重公司的信任 才会允许这个通行证明的效力 等等 这个居然是真的 我明白了 那按照将军大人的意思 确实不应该阻拦 抱歉 请进吧 面见静仰中的将军 请更加谨慎 不要做出任何冒犯的行为 拆家啦 头一开门大喊 我还拆家人 还不赶快把人家全交出来 安安 你们是如何闯进来的 闪闯此地者 应立刻抹出 为什么见面和墓处 这个配音不一样 等下是我们啊 为什么又是一副看到敌人的样子 我们应该已经和好了 进来的手段也非常正当 不行 使用武力 是被禁止的事项 总之 回去吧 休要干扰我的休养 不必知晓 这就是我追求静仰时的状态 你有没有感觉怪怪的 此生并不需求休期 但我终归是内在的协助者 静仰既是他的意志 那么随他所愿 我懂了 静仰原来是里面的影在干涉 可是为什么呢 将军就算在外面行动 应该也打扰不到一心净土吧 他有个那么大的庭院 已经是最适合休养的环境了 随他所愿 此外无可奉告 不可 现在的我 即便外出也无事可做 不愿意处理事物 亦是因为 无法处理任何事物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都是被禁止的事项 别再让我说话了 怎么办 感觉对话进行不下去 原来是你们 许久不见 将军现在有诸多不变之处 直接进来见我吧 是不是你又洗了什么奇怪的城市 这样去 吓死我了 不要这么突然就把我们拉进来啊 又不是第一次了 有什么好慌张的 外面的将军是不是坏掉了呀 你要不要找个时间修理一下 不用担心 那是我本人所为 将军的很多功能 都被我暂时禁用了 现在的将军 不能处理事物 也不能作为我出现 于是就干脆宣布 闭门静养了 我说过 有关道气的永恒 我需要再好好想想 思考需要时间 但将军仍然在运行 原来的规则 在我想清楚之前 不能容许将军 继续犯错 将军没有像开关一样的东西吗 没有 创造的时候就没考虑要关闭 而且正好相反 当时的我已经考虑到了 未来的我 可能会修改将军的运行规则 这也是不利于永恒的 所以 将军对于法则的修改 有非常完备的防御机制 这也是应对突发情况的保险 对我来说 在我想清永恒的形态之前 暂时禁用某些功能 比时间修改人偶的法则更加有效 那我大概明白了 到七外海的雷暴紊乱 也是因为将军的某些功能被停掉了吧 雷暴紊乱 这我是第一次听说 事情是这样的 你们说的雷暴 原来如此 不愧是很棘手的状况吧 操作失误了 这种是难免的 之后 我调整一下将军就好 别这么看着我 这种操作 我以前也没做过 将军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只要调整 就难免出问题 对 我可不是找借口 事实就是如此 没关系 不用在意了 能解决就好 还是老样子 虽然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但矛盾依旧存在 不过 也不用太着急 若是不够认真谨慎 只是为了得出结论 而得出结论 那就本末倒置了 嗯 大家只要见到将军 还健康 外面的猜测和谣言 就都会不攻自破的 而你如果换个地方 换个心情 也可能会有新的思路 是让我 离开一心净土吗 嗯 也对 毕竟现在的将军 无法带我处理事务 那好吧 出去转一转好了 既然是转换心情 你们称呼我为隐就好 我不喜欢太死板的称呼 哎 不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 是隐的意识对吧 意识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吗 这个 我自有办法 我可不会主动 将自己囚禁起来 好的 那我就不担心了 接下来 我们就是你的导游 导游 那是什么 就是帮你介绍现在的到期 告诉你什么好吃 什么好玩的人 好了好了 出发吧 他会有像 假的角色一样有独特的 有令人怀念的味道 脚下也有坚实的触感 说是出来转换心情 要去什么地方比较好呢 先去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吧 我该会使用一点 比较符合状态的样貌 我想一下 哪一个队我可以先 呃 我还应该是 双雷 我不知道打不到 我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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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进入作战模式的时候 这一只将军可能比他用的那一只将军 目前以我玩了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试玩一下 他将军的某一些系数看起来 比当时测试服内鬼爆出来的资料 还得 呃 好一些 但会不会到墙而等几组 主要是我现在的武器 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武器长这样 那一只渔火还没弄出 所以伤害上可能应该会更差一些 还能出去晃晃吧 既然要符合活动剧情 就应该拿出来晃一下 这一只将军大会 相信这个好处为这的一只将军大人 这就是一只将军大人 了 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像很守规矩的样子 我没看出来你说的热闹 在将军大人面前怎么热闹得起来嘛 反正尊重剧情 这里的摊位是在卖什么 好像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蛋雷的智术 MASAKA 他这么会挑的吗 就一定要挑他 看来旅行者要一起吃下去啦 就交给你的拍萌 做事啊拍萌 那一餐前我吃东西这件事情交给他 没关系不用多理 今天我是来转换心情 随便看看而已 能为我介绍一下你卖的东西吗 当然没问题 我这里贩卖各种各样的小吃 有章鱼丸团子 还有牛奶什么的 牛奶感觉有点奇怪 你说的奇怪 其实是我这里的特色 因为城里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店铺 我不管卖什么都没法和他们竞争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创造一些新的组合 让顾客有新鲜的体验 比如我最近开发出来的就是这个团子牛奶 团子被做成了很粘稠的状态 和牛奶混合得很好 主打的不只是味道 还有新奇的口感 团子加少牛奶 嗯 闻所未闻 为什么会想到要这样做 啊 抱歉 将军大人 我并不是对永恒有什么意见 说了不必多理 也不用这么心惊胆战的 我想要的永恒 岂是会被团子和牛奶撼动之物 怎么感觉和传闻中的将军大人 不太一样 其实我也是偶然想到的 朋友有次招待客人的时候 团子做了太多 因为吃不完就送了我一些 但对我来说那个数量太多了 那个时候我家的牛奶也卖得不好 团子和牛奶都不能久 好 这些酒放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我就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了 没想到比例合适的情况下 还意外的好喝 出于巧合 嗯 挺有趣的 可以给我来一杯吗 啊 将军大人感兴趣吗 啊 好的 当然可以 哎 你们也来一杯吧 啊 甜甜的 好喝 还有类似点心的口感 喝起来很新奇 是啊 明明是在喝饮料 却又像是在吃什么似的 像是 粥 但显然不能画等号 不管怎么样 我喜欢 多谢将军大人肯定 这么好喝的团子牛奶 应该卖得很好吧 呃 这个 不瞒您说 销量很普通 哎 卖得不好吗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尝试 觉得这种搭配很奇怪 虽然尝过的人评价都还不错 啊 我并不是在说 将军大人的品味奇怪 还请不要怪罪 哦 这个简单 让射凤行的人买上几百杯 挨家挨户去送好了 啊 不不不 将军大人 这太夸张了 很夸张吗 只是想让他们试试看 没有喝过团子牛奶 太遗憾了 这 理所当然吧 我听说人类大都喜甜 我吃甜点心 也并非什么奇怪的事 神子也是这么说的 啊 天平果然能让人心情放松 和一个人名思苦想相比 快活多了 对了 神子曾和我提过 他建了一间八重床 卖什么清小说 他总是和我炫耀 可我没什么概念 正好有这个机会 能带我去看看吗 好呀 去见识见识吧 所以他现在是在操控 雷电将军本人 还是 他本身实际上还有一个区合 但平时不行 最有点像是崩坏里头 崩坏当中的主教大人也有类似的概念 不一定是一样 我只能说是类似的概念 好 来是八重床 将军大人 将军大人七零八重堂 请问是有什么指示吗 没什么 不用紧张 只是来看看而已 抱歉 没太能理解 请问是管理方面 还是出版规范 还是说 消防问题呢 将军就只是想看看书了 将军大人想要看 秦小说 对啊 有什么推荐的好书吗 八重堂的小说 主要面向普通人 内容千奇百怪 可能很多都不服将军大人的口味 尝心而已 千篇一律那才是没趣味 放心吧 只要是用文字所写的故事 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虽然道理是这样 没关系 就算有不理解的东西 我们也会给将军解释的 好吧 那请各位一步那边的书架 上面都是最近的热销书 其中也有这本小说真厉害的获奖作品 是刚刚才整理陈册开始贩卖的 不用太认真 就当看个垃圾吧 好的 那我们走吧 对八重堂的事业到底得大 怎么会这样 是我轻敌了吗 明明这些书的名字都认识 为什么连在一起就变得读不懂了 比如 转生成为秋秋人 只要吃日落果就可以一直变强 好长啊 我怎么觉得这一段会被玩梗啊 秋秋人真的可以靠吃日落果就变强吗 至少也该是吃肉吧 这个是这本书的设定啦 设定 设定 要用来做什么 缺少了真实感 写出来的故事还会可信吗 另外 秋秋人应该没有写故事的能力吧 是作者在记录秋秋人的生活吗 我明白为什么黑田说将军会费解了 这样吧 我们两个先帮你选一下 挑出比较容易理解的小说 再讲给你听吧 好吧 我自认为我读过不少书 但读起这样的故事 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关注什么 但我还是很期待的 感觉 这很像神子的风格 一定很有趣 那就交给我们吧 你稍等一下哦 感觉是个比较困难的工作 总之都先看看吧 怪不得黑田会害怕 原来还有这种题材啊 我觉得还是不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影厅 不然作者可能会被追究责任的 如果有人变成了派蒙 还做了很多派蒙哥们就不会做的事 我会觉得很不自在 哈哈哈哈 我自在才是这种 就能成为武林第一吧 也有道理 将愿望观察到底的人 应该能引起影的共鸣吧 最后一个是什么 好着急啊 虽然只是草草地看了一下 但这个女孩子从小就很喜欢男主角 把一切都奉献出来了 对哦 好 毕竟还是小说 嗯 希望作者是个好人 希望作者是个好人 情节是挺吸引人的 但影能够理解这种 凡人之间的恋爱吗 总算是都看完了 想办法讲给影听好了 看你们的表情应该读到了不错的故事吧 为什么有七个人都执着于和男主角递结关系 这也是设定吗 我很怀疑他故意挑七个原因 因为未来七个神都会跟男主角递结合 这就要看 因为我玩的不是女角色 会不会在女角色的剧情当中是反过来的 这不好看 不是啦 就是很普通的恋爱 主角最后只能选择一个人嘛 我明白了 因为他想要缔结重要的关系 所以必须好好选择 这也就是痛苦与矛盾的根源 那只要作者加一个设定 让主角可以同时接受所有人的感情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这个好 怎么看 爱情 设定 还真是深恶啊 所以 引对八重堂的清小说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挑选的故事和你的口味吗 相比具体的内容 我从故事里感受到的是 时间 在稻妻留下的痕迹 在我决定身居一星净土的时候 那时还没有什么八重堂 更没有像这样的故事存在 将军依我执意 尽全力打造永恒的国度 这个国度 本应没有任何变化 可现在 无论是实物还是故事 都已经很不相同了 我不认同你的说法 如果我们还在一星净土之中 我一定会像这样回答 但事实就在我的眼前 我并不能反驳现状 就是为了让你产生新的想法 他会邀请你出来看看呢 刚刚 毕竟这个录制了 我没有办法回头 大家刚刚如果可以看 可以往前推差不多几秒 看将军大人的袖子 实际上他这套游戏 现在他的袖子 算是节省建模的关系 所以他有一些点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领 或者是肩膀这一块 他的插入了有一些区域 他实际上是完全贴合 就是这个角色的衣服和角色的建模 是黏在一起 他就是没有分开 虽然和记忆中不一样了 但大家都热爱现在的生活 这种热爱总不会错吧 嗯 如你所说 我对一切改变都很谨慎 但我想追求永恒 也绝非要阻止人类变得越来越好 幸好有你们的邀请 我这一趟出来 可是收获颇丰呢 我考虑是找一下神 然后看看 对我来说 这趟出行相当有纪念价值 见识了很多 也想了很多 我再怎么褒奖 再怎么回味都不为过吧 对哦 既然尹很喜欢的样子 那就少不了纪念品啊 流影 怎么总是出现我没听说过的字 没关系啦 跟我们来 去个风景好的地方你就知道了 看来角色要换掉 不然我猜测等一下那个 官方就要搞了 应该等一下要打 要跟别人开打 看一下 找一个好位置拍照 你只需要在那边站好 摆好姿势就行 简单来说 画片可以把此时此刻的你记录下来 很适合作为纪念 那摆姿势又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 要对着你们摆出一个好看的动作 对吧 仔细想想 有点难为情啊 要怎么做才好呢 帮我出出主意吧 好看一点 但不要太夸张 我觉得我会放不开 那 就这样吧 好吧 这里就交给你来决定 随意的话 这样吧 挺自在的 好吧 这里就交给你来决定 感觉是一个重复 这样可以吗 好吧 还是随意吧 这样吧 好 那就看我们跳一个好的角度 为他记录吧 我滑爪那里太坏 随意拍着 拍得好不好看就算 我好不算常拍照 没学过拍照的时候 你看 这就是刚刚为你拍出来的画片 这 好神奇 是某种法术吗 对 我 你把你拍摄的 这个 我 好 我 不像是认识的 我 你 那 我 有点 你 没有 不太能理解其中原理 多解釋一下 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不是我 如果不是我 那么为什么可以和我一模一样 如果是我 那么现在的我是什么 这 超出我的解答能力了 交给你 海龙你在够过分 你觉得将军算不算是你呢 那当然算 我从来都没有把到期交给别人管理的意愿 那现在的你是什么呢 这么说的话 我也是我 这是无需质疑的 我的存在 我好像明白了 我就是我 仅有一个 但可能有无数种存在的形式 我以什么形式存在 其实并不重要 比如将军 就是我的某一种存在形式 他究竟是不是我 这个问题绝不会被他身上的某个灵件决定 这么说的话 这个画片也是你的一种存在形式啦 嗯 就连追求永恒的我 存在形式都在不断变化 那我怎么能要求到期 还有生活在到期的每个人 都保持不变呢 和你们这一路走下来 见识到的全是我认知之外的内容 唉 让你们见识到我笨拙的一面了 你们可能感受不到 这些东西的确冲击了我的认知 如果用这些东西来定义 那如今的到期 已经与我的印象大相径庭了 但是 绝不能因此就说 现在的到期已经不是到期了吧 眼兽令 牵手白眼神像 这些都是为了催生永恒 但如果我离永恒真的越来越近的话 一切的故事都不会发生 唉 我是否 将一切都抓得太紧了呢 看来影视想通了呢 那我觉得 我们这一段导游做得非常有价值 二少爷 二少爷 咦 为什么下面那么长 好像是一平 他怎么了 那是天理奉行的人吗 对 我们去问问看发生了什么吧 看来 将军要扶手了 将军不滑水了吗 只要将军不滑水 你就一切有机会 一平 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这个自动又二五公 是你们 我 啊 将 将军大人 您是要见九条连志少爷吗 抱歉 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由小人代位传达吗 不必多礼 并不是专程来访 只是听到了你呼喊的声音 是的 不瞒你说 二少爷他去谈判迟迟没有回来 我很担心 他平时有在外面闲逛不回来的习惯 可能只是在什么地方入迷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我特别不安 九条连志 听起来像是九条家的后人 是的 实在抱歉 由于家主身体抱恙 大少爷常年在外 现在九条家 是由九条连志少爷 作为九条家的名代 天陵凤行陷入混乱 这我也略有耳闻 这件事和九条连志有关吗 抱歉将军大人 这也是九条家的失职 由于九条家名誉大损 势力衰微 将军您 呃 天陵凤行后续的安排 将军您又并未给出决策 所以二少爷才前去商量 是否能请到殷私家主持大局 那应该是在奉行所谈吧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找呢 呃 不是的 这次会面的地点比较特殊 其实我也有点疑惑 但大人物的事我也不敢多问 地点在名神大社附近的山上 那里好像有殷私家的特殊营地 殷私 也是熟悉的名字 这么多年 他们应该都在中心辅佐九条吧 是的 是的 就是因为这样 二少爷才会去谈判 可无论有多少事需要谈 这花费的时间也太多了 城里我都找了个遍 如果他还没回来的话 是啊 我也想到了这种可能 但以我的身份 可不能冒冒实实地独闯营私家 不用不用 应该只是我多心了 要是打扰了谈判 我反而没法交代 虽然我只是二少爷的小跟班 但其实我从小就跟他一起长大 我只是 很怕他出事而已 原来有低气功 我不如二少爷聪明伶俐 也没办法帮二少爷分担太多压力 但我不想因为我的失职 而让二少爷遭遇危险 呃 将军大人怎么看 我们亲自走一趟吧 以我的身份 就算妨碍了谈判 应该也不会影响到你 而且 本就是我未能及时决策的缘故 应该由我来出面解决 感激不尽 感谢将军大人能出手相助 我也会再去其他地方找找看 那我现在就把那个营地的位置 为你们标记出来 希望一路顺利 那代表啊 我们有机会玩到 两命或三命以上的讲解 好点解 阿杜位置怎么看起来很像 神里家矛 你们 你们的隐秘矛点 放在神里家门口 What the hell 这矛点有点隐秘 隐秘到我还要跑一路 对于手长脚长的角色来说 爬这个难度 但是这一个点 好啊 来看看 将军大人到底有 已经衰退了 有多想 哇 居然有这么隐蔽的地方 一般来说 没有理由在深山中修建这样的建筑 我感觉到了不属于此地的气息 危险的气息 小心点前进吧 那位九条家的后人 可能已经受困其中 别怕 我们有两个交出神之心的手 先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武器 他是九十德 精一的武器 预复多少 哎 三命耶 那 伤害应该 不会太夸的 这预复是 中石头 暴力有点低 可是测试版的不太硬 57的暴力 91的伤害 那我们 先把东西打出来 先把东西打出来 不搞 真的不搞 270 270 180 270 所以270是暴力 看到我宝箱 等我一个优秀的女性 看到我宝箱 没开到就算 但有看到你就算 这游戏还没有宝箱管 就不用 我们先测一下他的伤害 就放其他人大兆 8000 可能要用重 拼A3FB 先充啊 头上顶那颗眼睛的时候才有雷的伤害 头上顶那颗眼睛的时候才有雷的伤害 没有大的情况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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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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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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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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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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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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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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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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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沒有像當時鐘禮那麼弱 但如果以鐘禮當時的評價來講 我覺得不行 我們只是在討論 最近發生在天嶺風行裡的一些琐事 並不值得僵局大人費心 為此 專門選了這麼隱蔽的地方 還找了一群流浪武士和海亂鬼在外鎮守 那是因為最近頗為動盪 要考慮安全方面的問題 住口 九條家的後人 你來講 好的 原本我也是抱著談判的目的前來 結果他們想要的 只是九條家的認罪書而已 認罪書 對 臣述九條家從眼獸令起所犯下的諸條罪責 也包括了這段時間的各類失職 都是根據事實在臣述 並無捏造虛構 確實沒有 但認罪書裡還多次強調英思家的功勞 提到了英思家臨危不亂 試圖力挽狂瀾 但這些 就全是子虛烏有之事了 誰說的 你 你怎麼能突然變臉 出爾反爾 我也是在陳述事實 將軍大人自會名斷 英思家的想法 不過就是想要樹立正面的形象 謀求替代九條家 不然 為什麼要在九條家的認罪書裡 強調從不存在的功勞 還要用軟禁的方式 逼迫我簽下名字呢 你在說什麼 誰軟禁你了 這是談判 這和剛剛談的完全不一樣 情況我大概知曉了 不要聽這小子一派胡言 九條家之前犯了多大的錯 將軍大人應該知道 他們的話 一句都不可信 哼 你們的糾紛 我並無興趣 但英思家的後人 你想要成為天領奉行 沒錯吧 這 這個 是的 為將軍大人干擾徒弟 這是每一位天領奉行中的永恆追求 那大可不必如此麻煩 畢竟任命天領奉行的是我 只要有人能在決鬥中勝過我 他就是新的天領奉行 這 要和將軍大人決鬥 初代的天領奉行就是用手中的刀劍證明了他的意志 才會有傳承到現在的九條家 想要我認可一個新的名字 那麼自然要重新經歷我的考驗 這 難道你不會劍術嗎 還是說 因為年脈體弱失去了信心呢 口口聲聲要為我肝腦塗地 卻不敢面對我的刀 也罷了 你們呢 不管是英思還是什麼 只要有人能戰勝我 他就是新的天領奉行 我 敢站出來的人 一個都沒有嗎 我 我想要挑戰你 相君大人 九條家的後人 很遺憾 就算你贏了我 九條家所犯下的錯誤也無法一筆勾銷 不 我不覺得我有勝算 我也心知肚明 家主犯下那樣的過錯 九條家在天領奉行中的傳承 離音結束了 在執行演獸令的時候 我對父親的想法一直抱有懷疑 我也覺得 我在做錯誤的事 但就是一直在懷疑 一直在反思 明明什麼都明白 卻沒有任何行動 也沒有拯救任何人 但 如今九條家敗落的境遇 就是對我的懲罰吧 我不是什麼都沒有做到 而是什麼都沒有去做 殘酷地說 你的力量 也做不到什麼 是的 我的力量很弱小 父親不聽我的 兄長也幫不了我 有時候一平都能教訓我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但是 至少現在 在九條家的最後時光中 我是九條家的明代 履行和父親相同的職責 就像將軍所說 我的祖先以刀劍證明了自身的意志 那麼 也請讓我九條連制 以這樣的方式來結束 這是我 最後能做些什麼的機會了 明明 沒有意義 不過我接受了 上前來吧 對 上對 不給完 不給完 九條家的榮耀 始於好膽 洋於赤城 超脫於生死 讓我看看你的刀 能否承受這份重量吧 將軍大人 請自教 他沒大分殺 快走 我去找他 你去找他 我去找他 他去找他 你去找他 學習 你去找他 scripts 做些 nhất 我 我不認為是大人 而是異質的感覺 這 這 這也是永恆中的變數嗎 不過 那份榮耀 看來還殘留於血脈之中 九條蓮芝受了傷 應思家的後人 你們負責照顧好他 沒有挑戰的勇氣 這種小事總會做得到吧 是的 對不起 實在抱歉 非常抱歉 如今的九條家難知大局 這件事我之前也聽說了 本來尋找天嶺奉行的繼任者 的確是當務之急 但這番決鬥之後 我認為可以暫緩對九條家的處置 在這段時間裡 應思家就依然像以前一樣 為九條家提供幫助吧 只是 決鬥而止 提供錯誤的信息 讓我做出錯誤的判斷 那我就會像今天這樣再次出現 我的刀 也不會再留情 明白,感謝將軍大人,將軍大人英明 行了,其他的調查我會讓奧傑仲負責的 你們也跟我走吧,去個安靜的地方 我有話和你們說 所以是要去神尊上面的意思 還是去九條街啊神尊 感覺給的獎勵有點一般 好啦,分吧 沒什麼好奢求 不會在,官方不會在玩那種很迎接的操作 在封品後面放寶箱 應該沒那麼有創意吧 分 好,我來 那時候,果然還是將軍的感覺 特別威嚴呢 這樣嗎 我覺得我已經很會變通了 如果是將軍的話 很有可能 會毫不留情地斬掉九條蓮汁 我覺得他做好這樣的準備了 我從他的眼睛裡能看出來 九條街從輝煌到沒落 實在是發生了難以想像的巨大變化 九條蓮汁 並不是什麼優秀的繼承者 但,他讓我在巨大的變化中 看到了那些仍沒有改變的東西 這也是多虧了你們 是在街道中閒逛 還有你們的畫片 讓我意識到這件事的 接下來九條街會怎麼樣呢 有可能繼續當天靈鳳行嗎 那還是不行 就算是這位繼承者有閃光點 也不能抹平之前所犯下的過錯 但,多留一些時間吧 畢竟犯下錯誤的也不只是他們 將軍是不會錯 也是不能錯的 但作為影 我還是想要表達我的歉意 接下來的日子 需要思考的東西還有很多 不過至少 現在我能看清方向了 還是會交給將軍去做吧 最威脅永恆的 始終還是時間帶來的磨損 我說過,將軍有自我保護的機制 就是預想到了我會因為時間而產生改變 但既然是已經想通的事 就算再困難,我也會去做 嗯,果然很值得紀念啊 這一段時光 是啊,天嶺風行的事解決了 城裡的人也見到了健康的將軍 我好的猜想都會自然而然地消失 你要是很喜歡出來玩 下次我們再來邀請你 不必了,這並非我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不要說得我很需要陪伴似的 好了,那麼我準備回去了 閉門靜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但不會太久 有些小事,就交給你們這些人類處理吧 那就下次再見 雖然發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 但最後好像格外順利啊 最後,就只剩下把通行證還給八重神子啦 閉門靜陽會直接去那邊嗎 我總覺得可能我們去到那邊還會看到雷神本 欸,沒有,他還在那邊玩KR 我總覺得我們要去到那邊玩 宣傳,我們回來了 一路上很順利 哦,那可要和我好好講講你們的故事啦 太有意思了 堂堂的將軍大人 進城逛街的時候就像個從鄉下來的土妹子一樣 沒能親眼目睹,真是可惜了 沒事啦,他不會介意的 肯定不會介意 不過,聽你們說 他好像隱約觸及到了 永恆該有的樣子 那就是最重要的收穫了 說實話 借給你們通行證明的時候 我也沒想到會有這麼大的進展 嗯,他好像不會再強求 一切都靜止下來了 說好聽點,這叫神明的一廂情願 說難聽點,即便是陳世七執政 在面對更強大的存在時 也有做不到的事 你猜吧 總之聽你們講下來 這一路上都挺愉快的吧 你們應該也見識到影 他不那麼刻板的一面了 以後還要見他的時候 再來找我借通行證吧 他雖然嘴上不會說 但其實還是挺容易寂寞的 後面這位 甘惡小姐 但他說了他不需要陪伴 因為他是神啊 神不是不需要陪伴 而是陪伴太奢侈了 但你 不屬於此事之人 說不定是很好的選擇呢 好,首班下課下課 他沒消失耶 怎麼了 還想聊點什麼嗎 嗯 他絕對特別喜歡那個飲料 心裡估計都樂開花了 他的前台詞就是 快把這個鋪子開到我的一心淨土裡去 怎麼了 還想聊點什麼嗎 那個人偶是吧 修改人偶的規則很困難 這個我也聽說過 這種困難可能是史無前例的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能讓神武英明的營也感到困難的事 出發 無想的一刀 也不能解決的事 怎麼了 還想聊點什麼嗎 轉身成為雷電將軍 不是很有趣的想法嗎 清小說只要有趣就夠了 但對他來說 有點太前衛了吧 嗯 下次 要不要以轉身為八重公司為題材整稿呢 怎麼啦 這是要頭吧 大姐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沒吃藥 不對 你今天最近是不是都沒吃藥 好啦 那我們這期內容也到這 哇操 這個劇情也算是史無前例的主 我只是沒有所有話都跳過 我會玩了一個小時 好啦 那麼這期影片我應該也會 就差不多到這樣吧 我就也不玩一下 哇 你看起來 某位 人姐的故事也還沒過過 好啦 那我們就今天這樣吧 那麼我是宇人 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不不 來消暗戰典